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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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当你遇上一个不矜持的女人的时候 要懂得退避三舍 静观其变 不过也有一些男人 本身就只是为了和别人玩玩而已 如果你也抱着和别人玩玩的态度 那么你大可以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因为两个人也是各取所需罢了 如果你想找一个老实人过日子 想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老婆 那么就不要找这样的女人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女人跟男人抛媚眼的时候 男人也不要当面戳穿这个女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讲究面子的 有一些男人看不惯女人给自己抛媚眼 所以就去当面的戳穿对方 其实这样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人们都觉得伸手不打笑面虎 所以说 当你看到一个人给你抛媚眼的时候 不要急着跟别人发火 二 风骚的动作 一些女人更加的夸张 这些女人会做一些风骚的动作 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和我聊天 这个好朋友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时她不在家 老公一个人在家 有一个朋友来找她 发现她不在 于是找了个小板凳 坐在她老公的身边 不停地和对方说话 最后竟然把手伸进了对方的裤腰里 直到她老公生气了 自己才拿开了手 于是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 所以说 很多的女人都会做一些特别风骚的动作 这些女人就会非常主动地坐在男人的身边 而且还会给男人动手动脚 那么当你遇上这种女人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已婚男士 那你就要远离这样的女人 因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会破坏到自己的家庭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妻离子散 不得善终 作为一个女人 用这样的方式去追求一个男人是不对的 因为你这种方式不仅拉低了你自己的档次 而且你还会给女性蒙羞 会让很多的男人都觉得女人都是特别随便的 也会让很多男人觉得女人都是不矜持的 所以是不值得去被珍惜的 因为两个人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的亲近 两个人八字还没有一撇 女人就给对方做这样的动作 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觉得尴尬 三,娇羞的动作 有一些女人会给男人做一些娇羞的动作 这些女人心里面是比较喜欢男人的 也是希望男人能够主动的来撩自己 可是因为自己胆子也不够大 所以特别的娇羞 所以当男人看见一个女人对自己娇羞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女人是对你有意思的 另外你要清楚的一点 就是这个女人胆子不够大 而且这个女人之前可能也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么在这个时候 男人应该感觉到庆幸 你应该知道 这个女人没有谈过恋爱 或者是恋爱经验少 而且还深深地爱上了你 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毕竟对于每个男人来说 谁都不想找一个情场高手和自己一起 那么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也是特别苦恼的 可能某一天你发现你生的小孩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说在情场上面 还是要找一些比较单纯的女人 对男人是有好处的 当一个女人娇羞的时候 男人就要大方一些 要不然对方娇羞你也娇羞 这样导致的情况 就是两个人不可能发展成恋人关系 所以此时此刻的男人 一定要懂得主动地出击 除非你不喜欢对方 那么你就不要去招惹对方了 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想要让男人主动地和自己搭话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表现的 虽然女人对待感情的时候 是比较矜持含蓄的 但是女人在处理感情的时候 往往会和平时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 男人们一定要明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给我点赞评论 也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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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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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